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0月6日 星期四 坦白說對陳浩文和蔣麗莎這對夫妻的好感完全不大 他們兩個結婚已經11年 有四個小朋友 三女兒一兒 一直都很恩愛 整天都直播自己吃飯的無聊人 近日在網上突然傳出兩個分辨的消息 有內地傳媒說 蔣麗莎日前在直播指責陳浩文 俄稱自己假期的時候入戲劇組拍戲 其實明明她放假的 原來她說自己進去拍戲 實際獨自一人外出瀟灑 至於外出瀟灑的意思是什麼就不知道 家中大小事務和小孩子都不理 令蔣麗莎忍無可欣 揚然在假期之後就會和陳浩文辦理離婚手續 而更加她在直播的時候 蔣麗莎說到眼濕濕 一臉委屈 有消息就說陳浩文對這件事都覺得很無奈 堅稱自己其實真的在拍戲 也沒有到處去玩 身邊也沒有任何人跟隨 但是蔣麗莎如果提出離婚這件事 她說如果填好離婚的協議書 對方沒有太過分的要求 自己都會答應 其實就在今年 她倆曾經都試過在直播期間 你知道她倆最喜歡一起 將她們日常生活直播 當著幾萬人面前 吵大鑊 炒大鑊 吃完蔣麗莎就餵四個小朋友煮麵 那陳浩文就以為那個午餐就是自己的 所以就吃了太太為子女準備的麵 當蔣麗莎發現的時候 就一面嫌棄地大罵她老公 這些都是煮給小朋友的 你這麼大個人 還跟小朋友搶東西吃 那陳浩文忍無可忍 反而大罵太太為何小提大做 再煮麵給子女吃就行了 幹嘛要大發雷婷 就這件事 說真的 你問我 我偏見也是這樣說的 我覺得她倆喜歡在人家做話題 完全不能夠盡信 在鏡頭面前撒花槍 拿話題 拿噴聲 我覺得她倆是這樣的 對於今次分辨這件事 傳出之後這件消息 傳到整個又比你做到熱手了 多好 蔣麗莎和陳浩文就不敢抬慢 火觸親口否認 更加兩個人很浪漫一起去這個髮型屋染髮 趁有空檔時間 就在社交網站又開直播 就否認離婚 蔣麗莎就強調 大家都不要誤信遙遠 我們兩個人之間都沒有矛盾 是人們亂作而已 都沒有什麼好澄清 希望生活幸福穩定 這樣又被你兩個成功炒作一次了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月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她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需要選擇 事項目